咱们接上一期 咱们当时上一期谈经济分析到了美国人 对吧 这个有可能用台湾牌 跟中国交换 让中国去救美国 那当时中国在疫情期间确实救了美国了 那么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拜登和习主席在印尼见面 还记得吧 这个见面是不容易的 为什么一定是双方之间 有这种交易 那很显然这个拜登提到 不支持台湾独立 公开讲的 那这个就是 我估计就是一个交换结果 出卖台独嘛 但是咱们要明白 中美之间现在在做的是脱钩 而且是一定会脱钩的 这可能就是中央 估计现在也在做另一个准备 就一旦中美之间脱钩之后 那中国到底救不救美国 大家想想在疫情期间 中美没有脱钩的时候 中国去救美国 是一等于救自己嘛 对吧 但是如果中美脱了钩 到底你去救美国不救美国呢 对吧 这个雷蒙多现在要访华 但是呢 他第一时间去见了中国驻美大使 沙利文呢 现在也谈到不寻求跟中国脱钩 我想啊 这个咱们一定要 一定要底层思维 就是中美是一定会脱钩的 现在这个脱钩应该不是 不是什么这个 大问题了 中美双方在为脱钩之后 再做安排 他这次访问北京和沙海 这个雷蒙多 要与中国高级官员会面 这个美方已经在 今年要多次表达 这个访华意愿 财长啊 商务部长啊 这两个经济层面官员 是非常急迫的 中美在经济领域 有很强的 这个关系 而中国对美方的半导体产业 整个政策表述关注 而美国自身存在经济问题 也需要中国帮忙 中美双方其实都是希望 这个经济领域能够加强沟通的 雷蒙多访华之前 美国也表现出诚意 美国是希望 遏制中国发展 维持自身主导的 世界经济秩序 但也不想自己被拉下马 因此呢 现在有合作 对吧 在五月份 商务部长王文涛 前往美国参加 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期间 与雷蒙多 就在这个访华之前 雷蒙多与中国驻美大使 新峰会面了 雷蒙多提出了一些 对美国企业和工人有关的问题 双方就美中面临的挑战 和未来可能的合作展开讨论 美国国安顾问 沙利文也在 对中国释放机器信号 说雷蒙多访华 表明美国致力于 维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经济脱钩 说只是确保美国国家安全 目前看的这个东西 就是能骗骗人 但是骗不了咱们 咱们从各种的 信息来归类 其实美方已经在准备 脱钩了 雷蒙多现在访华 其实就是在为后续 中美脱钩 再做一些准备 中方也已经非常明白 中美脱钩一直以来 现在看 没有人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脱钩本质是美国要将 中国踢出 它自己控制供应链中 就是中美融合 是美国单级秩序产物 对吧 就中国加入美元体系 就是产生了美国单级秩序 所以美国能赢苏联吗 那中美脱钩 其实也是中美走向 两极化的一种结果了 换句话说什么 咱们要连续的看 中国加入美元体系 促成美国 击败苏联 那现在中国强大之后 一定要单 咱们说单 咱们说单飞吧 是吧 自己走出来 自己的路 那这个就跟美国 是吧 等于是脱钩了 那美国人现在 其实他 他没有意识到 一旦没有了中国 那你可以想 美国这套体系 又回到原来那套 那套逻辑当中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 可能是下降 那跟中国脱钩 可能就是美国 这个衰落的一个标志 或者说他平庸的标志 这个很多人没意识到 所以中美是脱钩 是必然 就跟中美当年和 是一样的 很多人说呢 中美经济是 经贸是压仓石 实际是一种倒置 历史上类似的 其实很多 比如英国 德国 当年经济联系也非常多 一战前 英国 德国经济非常密切 但最终 你的经济是为你的政治服务的 就跟那个军事一样了 就任何的经济 你都没法阻碍战争爆发 对吧 政治关系 是基础 经贸是它的表征 至多也就是 只是 一些缓冲 不能改变政治上对冲 冲突竞争这种态势 政治才是关键 一些中国人表示不适应 或者说 没有必要跟美国脱钩 其实并不是 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 它的霸权地位始终是现有的美国国内秩序 它的内部再怎么撕裂分裂 美国也不会主动放弃这种霸权带来利益的 这种霸权利益多好 从90年代 就是从中国加入美元体 那一时刻 美国人赋能 中国人给美国赋能 让美国人这个牛逼 是吧 但是现在看呢 这种已经成 已经几代两代人了吧 40年 它已经是离不开这口药了 所以它是必须要 维持这种霸权的 带来利益的 否则 他如果就主动放弃 他自己任何一个政权 主动放弃 因为内部矛盾 主动放弃这种权益 那就是全局性的崩溃 国家首要目标是我 国家不崩溃 我国家这几个州不会崩溃 这个州为什么 一定要团结在美国这个名下 不就是因为能够获利吗 在全球吸血吗 但是说回来 美国进口中国商品快速下滑 咱们说这也不能证明说中美经贸快速脱钩 产能现在已经转移至越南墨西哥 还有印度 但是咱们说 这些国家是没办法大规模控制生产成本的 你就光是电价 你看那个越南就典型 墨西哥也一样 所以生产成本没法控制情况下 生产端依然是大部分要留在中国的 那中国的成本 还是 这个咱们说决定性的 那中国的商品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规模 也在贸易战之后就扩大了 什么意思 就很显然 这些产品全部都是在中国生产 然后贴牌 贴个印度牌 贴个越南牌出口的 最终的产地 包括目的地没变 还是中国和美国没变 只是让越南人 让印度人 让墨西哥人 中间倒了一手 就这一顿 同时的美国总的进口量也在下跌的 这个与中国自身的经济运转是有关的 这个与美国自身的经济运转有关 这个欧盟呢 对中国的进口也在下跌的 其实大多数国家都在下跌 这个与其说脱钩 不如说是欧美总需求在下降 这个和脱钩倒是关系不大 咱们说美国的经济总量数据在上升 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加息 美元值钱了 所有的数据都在下跌 当然长期来看美国供应链 重塑基本上是必然了 在科技领域中美基本是脱钩 那么在中低端制造上 中国的供应商角色也受到威胁 这个自然会影响到中国赚钱 当然美国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们要付出的额外成本 就是效率会自然下降的 你要付出更多额外成本 效率也要下降 中美合作的威力 我们可以从特斯拉身上可以看到 中国产能和市场让特斯拉活了 对吧 而且是度过了艰难 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 电动汽车可能就没有特斯拉这个牌子了 所以美国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它也是有代价的 只能说是长期看美国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就没有中国的帮助 它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它要换取潜在挑战者的衰落或者发展的缓慢 争取时间就是意思 那中国呢 中国应对的措施其实一直都是 就是中国政府又不傻 没有被一些这个措施给迷惑 大人看中国就是以下 首先就是完全持续的完善中国国内的制度效率 促进经济高准发展 21年到22年一系列改革嘛 一系列措施一堆人解读 就是一系列改革 最终目标是引领深度市场化 包括高效化 就自我适应和自我改革 还有就是持续在科技领域投入 这种大规模的投入 中国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现在是世界第二 再加上中国广阔的应用领域 中国不见得能取得世界第一 但也不会掉队 就一直维持世界第二 也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什么呢 挖掘新市场 发展国家 发展国家是有工业化需求的 那中国有庞大的产能啊 就可以通过转移 带动这种潜在的工业化需求 有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寻求这种合作 欧美需求走弱情况下 路径调整的时候 中国正好利用成本优势 来输出更多的产能 到可控的一个地方 对吧 而这就让欧美没法摆脱中国制造 同时又不得不支持额外的租金 给第三国了 这种情况下 第三国的崛起是可能的 那新型市场也会随时出现 就说白了 中国制造 就是美欧 它也摆脱不了中国制造 同时呢 这个西方世界又得是向这个第三世界 尤其是这些发展国家 和中国进行合作 它也不能摆脱中国在第三世界市场 摆脱中国 在第三世界还要合作 当年中国和日本也是这个 在第三方市场也要合作 这安倍啊 简单说呢 中国国内的优化制度和机制 提高运转效率 对外维持自由贸易 不受破坏 同时进行可控的产能输出 中国就是应用这种方案 应对这个脱钩 最终中国是可能会让人币 在适当时刻完成国际化的 这样从整个生产性经济体 立刻就转变成全球消费团 所以咱们注意啊 人民币可能会啊 这个瞬间完成国际化 然后呢 转变成全球消费啊 就实际中国和美国脱钩的 最终的一个啊 结果就是中国变成 变成世界上另一个消费大国 而美国呢 他真正的对手真的就来了 所以美国人和中国脱钩啊 其实并不治啊 因为不脱钩呢 可能中国也已经变成啊 脱钩呢 只能会延缓 但是绝不会改变 中国会让人民贵化的啊 从本质上就变成一个消费端啊 中国最强大的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人口消费啊 中产阶级啊 但是要遏制中国的复兴呢 绝对不是容易的事啊 事情其实没有这个 美国人现在外媒炒 天天炒的中国的悲观啊 正而相反 其实正是一个历史转轨的机遇期 你想想中国当年这个家 叫段小平吧 加入这个美元体系的时候 咱们给美国人打工啊 你看那个时候苦日子 对吧 那咱们终于是什么 熬出来了 然后我们得给 不给老板干 老板干了 我们得自己自立门户了 这个转轨期 是不是美国人一定得打压你啊 所以咱们就利用这种转轨期来释放新的需求 对吧 中国人民确实需要适应新规则了 千万不要拿这个2000年之后 有很多中国的人还在缓解2000年之后 是各种各样的跟美国合作那种红利 我觉得那就是短视了 世界是什么变化的 就像你每天都看咱们频道 每天这个世界是变化的 必须得盯解啊 你不能够认为中美就永远这样 那就傻貌了嘛 就好像这个 你因为世界永远不变了 中国人民当然是要和美国一样 我的人民币也和你美元一样 对吧 好使 那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了 就是中国和美国脱钩的标志 就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 然后立刻转变成消费国 这样中国人民币体系建立和美元体系对抗 形成两个世界的这个循环体系 这可能就是这个 美国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危机 那个时候美元可能真的就是 你看欧元有一个自己的体系 美元有个体系 人民币有个体系 这个世界可能就变成 美国人已经是逐渐的被变化了 其实我再多补充一句啊 这种中国人民币一旦国际化之后 形成中国的人币体系之后 什么意思呢 就原来的那种美国买办 在中国国内 实际现在改革不就是革他们的命吗 以前的那种靠这个 从美国引进技术 然后在中国开始生产那套玩法不灵了 就原来的美国那些买办 西方的买办在中国不好使了 就是一个结果 是中国本土产生技术 然后在中国本土消费 中国自生的一些新的技术 是玩的这套体系 当然那些美国的买办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武统台湾 可以清除掉 这些二道贩子就不存在了 三道贩子就不禅市 三道贩子就不禅市